那你是我最亲的人 我在你面前还有必要这么遮遮掩掩的吗 我觉得咱俩在一起 我就是以这面目 就是特别最真实的自我面对你 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你难道就喜欢那种 带着一张面具跟演生活电视剧那样 那你跟我再 你们是做包厢吗 不是 不是做包厢 那灵桌的人可倒霉了你 他那么夸张 我根本哪有那么大事 而且我觉得 也就跟刚才老师说的一样 在包厢里或者我俩在家 他怎么样我也不会说他 就是有时候跟我出去逛街 你说现在哪有女生出去不化妆的呀 他出去不仅不化妆 有时候都不洗头你知道吗 我长得有那么丑吗 素颜见不了人啊 哎呀大街上 头痒了 他算就挠挠挠挠挠完了 头皮线就抠挠完了就往开弹 哎呀 这种行为别人看得特别不舒服 那你说这种小事 这很随意的 那痒了了就想挠一挠 那你难道你没有的时候吗 我觉得你怎么老是把 就是一把那小事来扩大化 来扯到啊 你觉得我不在乎你的那种 那次我领他出去跟我朋友吃饭 然后我朋友就调侃我 说哎 你带的不是上次那女的呀 我当时就挺生气的 我都开始我一段新的感情了 我带我新的对象 来跟你们见面吃饭 你们就这么说 让他怎么想呀 然后我觉得他还会特别不高兴 然后扯开别的话题 就是帮我圆这个场 然后他什么行为 你们根本想象不到 他嘻嘻哈哈地坐到我朋友旁边 去八卦我的前女友 问我的之前的感情怎么样 好不在乎我的感受 他这种行为 我觉得让我朋友就认为 我对他就是特别无所谓 我朋友都感觉他特别不在乎我 让我也特别没面子 跟你朋友出去吃饭呢 因为那一件事提出来 我难道当时就跟你斤斤计啊 我大大方方处理这件事 不像你朋友觉得 就是你找了一个特别名市里的人吗 你脸上面子不更多吗 你怎么老是觉得 我不在乎你的那样 可是我心里其实在乎你啊 你为啥就感觉不到呢 我好好一点都没有感觉你在乎我 你就说那次出差吧 我出去一个多星期了 第二天要回去了 我给他打电话 我就说明天要回去了 几点几点 我就特别期待他说一句 那我去接你吧 他不说 然后那你不说我说吧 因为我想让你去接我呀 我说那你明天 能不能有时间去接我一下 他说那我安排安排吧 他就这样答应了 我也就挺高兴的 因为我觉得毕竟他愿意去接我 我觉得他也是 可能一个多星期了想见我了 然后下了飞机之后 人不见了 没有人 当时答应我接我 但是我下飞机根本看不见他 就找不找他了 那次是那样吗 那次他飞机晚点 我在那读读读等 还有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当时就接到一个电邻电话 就是说来东西得我去验货 挺着急的 我就想 我就立马又给他发了短信 他当时在飞机上 我打电话他也可能接不到嘛 我就想 那我赶紧去处理那件事 处理完了 我再回来接他 那不一样吗 那你就接那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那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你就是 只是像我这样急切地想见到你 你如果要是特别想急切地见到我 不管一个半小时 就算两个半小时 要是我的话我也会等 反正就到现在我就觉得 他根本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不把我当他男朋友 而且这么长时间了 就这一次没了钱 他又说我变了 不爱他了 我觉得他现在跟我在一起 都可能会有别的目的 所以我觉得 继续不下去了